哈喽大家好 最近切的GPT是真的很火 因为目前我还居住在上海 居住在国内 切的GPT还没有 至少目前为止 还没有向中国大陆开放 尽管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你可以通过 比如说带摩宝 买一些什么工具 然后可以 但是我总觉得是 有against他的一个入 因为毕竟切的GPT 他那个OPI 他往里面投入很多钱 所以至少我心里这个开过不去 然后我就暂时不入 但是我会让我外务部 和他们讨论 然后他们如何感悟 当我肉上切的GPT的时候 我会和大家再多一些 进一步的一些视频分析 是我等要来使用切的GPT 但是这个视频的主要重点是 也是我们很多人关心的 就是切的GPT的出现 就是一种恐慌 有很多甚至一些专家 也说 以后再未来几年 未来什么十年二十年 有很多工作 我想说的不是未来十年二十年 或者是说未来五年 或者未来两三年 已经有很多工作 但不断的被人工智能来取代 就比方说在电脑没出现之前 具体的一个职业 就像一个会计师一样 在电脑没有出现之前 会计师是怎么还说算盘算账 是吧 我记得我以前是一个朋友 他有他带一个公司 做会计师的一个职业 他就做算盘 然后还有纸和笔算盘 然后再做这些事情 计算基础也大大的提高了预算的速度 但等电脑出现了 那就发现了另外一个智能飞跃 等电脑出现的时候 大家发现 Aware的一个sell 他比较好 很容易就开始学习 这个一个sell的这个skill 不是说在纸上画表格 然后画出一个sell 一个新技术的实现 是让你的劳动力的一个效率的 一个增速效率的提高 前提是说你必须要掌握这种新的技能 这就是社会在发展 你要你要掌握这个技能 如果你不掌握这个技能 你就被淘汰 对吧 其实那个现在GPT官网上 也确实也说了 就比方说对一些 重复性很高的工作 或者简单劳动力的工作 或者简单通过记忆的一些工作 很容易被取代 但对于一些需要有强大的创造力的 想象力的 或者是同理性的 各种各样都合的一些工作 需要人打交的工作 需要人的思维的灵动性的工作 很难以至少短期的不会被取代 但是我想说的是 无论你现在是在哪个行业工作也好 你担心的不是欠的GPT 你担心的是你的学习能力 你是否有勇气 你是否有兴趣 有热情 去学习这个新的工具 而欠的GPT只是一个 就是新出来了 它类似于 它会有很多其他大公司 也在追赶比方 谷歌也那个 虽然说弄得不怎么成功 但就类似于这种 会有其他公司 抓住这一块 肯定不会让欠的GPT 就是一个人就多大 它会还有其他的技能 对出来也好 或者是欠的GPT只是第一步小企业 然后后面又够大的 有很多工具的出现 你要抓住它 你要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它 学会它并且用了它 我说用了它 已经不是将来时了 也就是现在时 现在甚至都以来过去时了 我现在没有入它 是因为我现在在国内没法入它 但也不说有些地方 有些国家 有些大学 甚至于发现学习中欠的GPT 然后立为什么做命行为 咱们不评论对于错也好 就是说有些公司 至少我在国内的新闻上 有看到 有国内有些 比方说这种公司 像什么写内容 写方案的一些公司 知道广告 就是写一些简单 写短文 不是特别复杂 不需要人的特别那种 写伟大想象力 创造力的那些东西 都可以切在GPT来完成 甚至于因为这样 比方一个低层面的一个小来吧 它就可以辞掉一部分员工 你这种员工的成本 常规情况下 员工的成本 其实是在公司的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 如果那个降低员工成本 就是说那个减低 用IR来取代人 在长远来讲 对于公司的利润各方面 都是长远的发展 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也让大家看到 一个危机感 就是说 通过写简单的小文章也不行了 然后会写写东西也不行了 也要被淘汰了 所以就像我开头说的 如果你在担心淘汰 那说明你自己 没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我觉得切在GPT的到来 对于有部分人来讲 是一种紧张 然后担心他会 他会代替我的功劳 或者等等怎么样 但是有些人来讲 他不是紧张 他是一种兴奋 他是拥抱着这种新技术 他是这种新技术 可以让他的生产力 更加提高 这样的人才能就是 就不断拉出差距来 本来就是我们在这里 然后有一部分人 他就 他就 他认为切在GPT 是个不好的东西 这个很可怕的东西 然后他又不想学习 然后就停留在 他原先工作的那个位置上面 然后他有些人 他就在好好的 已经利用到切在GPT 已经投入到生产力了 已经转化成公司的利润了 那么他们就走了很前 这就是现实的问题 这已经在发生了 切在GPT他现在只是 他刚出来的一个 一个比较初级的百分 就像他在创始 那个7Ultoman他也说 他只是因为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也在想 现在这百分 其实对他们的技术来讲 他们也只是在 试损的一个技术而已 只是他下了一个 一个大项计划的 一个第一步小棋而已 所以如果你现在就感觉有口花 或缺带你的工作的话 那也说明就是说 还是我那句话讲的 就是你不敢于 拥抱新技术 就是这样 你会很容易被淘汰了 所以要大来 要拥抱新技术 要有一种快速的学习能力 快速的就是让他利用起这个工业 快速的转化为生产力 即便对于有些工种 比方说Developer Job 就是程序员 就像我之前做的工作程序员 然后那个切在GPT 大家也知道 如果大家了解切在GPT 都知道切在GPT 他一开始他有测试 他有测试环境 他首先测试哪一块东西 他一开始测试 不是让他写个诗 要他要看嘛 而且就是测试 他内部员工 他写那个代码 他能否让那个切在GPT 来写出一些代码来 他确实可以写 甚至于他都通过了 但我好像说 他都通过了 就是Google的 就是Junior Level的 那个Testing 也是很牛的 所以说你如果 对于一个程序员来讲 如果还带一个Junior 哪怕你工作很多年 这个Junior生年 和你那个工作时间 不是一定成正比的 就有些工作 哪怕工作时间 可能他的那个经验 和技术能力 各方面的能力 可能还停留在 就是高大学 毕业的能力水平一样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也容易 很容易被切在GPT 公司一旦发现 你的业务能力不行 然后让你修个bug 你修半天修不出来 让你搭一个Sys 搭一个Fivework 让你看什么东西 就是整半天整不出来 那干嘛 还需要你了 残酷的 尤其你在一开始 做程序员说 要想到切在GPT 要想到 怎样用切在GPT 其实你在戳手 做切在GPT 如果 我个人的建议 虽然我已经现在 就是不再搞了 但是如果 我现在在回头 在做了 我就首先要去 学会做切在GPT 怎样就是 帮助我写一些 就快速的生成 一些简单的 也方式啊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当然了 不是说拿它 就是这种 而是自己 要verify一下 但是我会用它 就提高我的生产力 尤其对一些 简单就是 我经常写的一些 不快啊 也好 就简单的 module啊 什么的 然后让切在GPT 来生成 而不是自己 一个进来 一个进来 这就是要快速的 利用切在GPT 在职场上面 这样的话 你才能就是 赶超你的 就是同盟 赶超你的 就是同级别的 或者是同一领域的 很多人 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怎样都入好切在GPT 非常一个具体的 一个case来说 有些是拿它入来 比方说 写blog 或者写 就像我现在做的 一个video script 之类的 但是有些 它就可以上 切在GPT 一个appel的 一个很不错的 一个文案 但有些的文案 就是不怎么写 而就是说 你在问这个切在GPT 因为那个切在GPT 什么叫切在GPT 就是切成 聊天 对吧 你要给它question 但是这些question 一定要到位 一些重要点 你到底想问了什么 你要说的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 如果大家有 筹议员的基础的话 就有点像筹议员 在给我们 写代码 给机器的时候 我们要写清楚 哪个哪个 就是有些扯语言语言 比方说你要遵守 比方说 比方说Java语言还好 JavaScript也好 或者一些语言勾赖 什么也好 它们每个语言 有自己的gram 有自己的语法 然后如果你破坏这个语法 然后写的不对的话 那个机器它又没法运行 它又出现error 对吧 所以切在GPT 也是一样的道理 切在GPT 它理解 就是你 比方说 你如果是用英文 问question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的话 有很多可能 中国入户 可能写中国问题 不管中国英文 但切在GPT 至少好像是覆盖了 就是中文 但是你又味的时候 然后你那些句子 然后那个结构 你那个意思 是不是是你表达的意思 你一定要表达清楚了 然后切在GPT 谈得更好了 就是给你想要的答案 所以说 如果你try第一次的时候 你发现切在GPT 并没有就是得到 给你想要的答案 然后你再去verify一下 你的这个 就调一下 adjust 你的question一下 我这时候说的感觉 就是我入了切在GPT 不是 我没有入 但是我就评 我的想象 我想象之后 我再说 我就是这样说 因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Google 一个搜索引擎吧 对 这个和Google搜索引擎 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 或者是你得 有些人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 谷歌搜索引擎 对吧 但是有些人 他就可以很快的 再找到 想要 比较准确的 比较好的一些信息 但有些 同样我也拥有 谷歌搜索引擎 可是我就 一直找不到 我想要的信息 这个其实我现在可以给一个一个真实的案件 就在我出国之前 我在我出国之前 那时候还准备去荷兰出个手续之前 那时候我带 我从医院离开之后 我先从医院辞职 然后又到了一家小医院公司 因为那时候我就想到 不能空闲 带医院公司 OK 这非法少说 就带一个 类似于医院公司 非甲类医院 那个时候 我是带医院公司 就做一些 比方说 我给那些 医院的教授 医院的主任医师 国内的医院主任医师 写英文的PPT 对的 因为他们很多 英语不太行 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不会 不知道怎么搜索信息 就是做一些表格 要present 因为你要一些药厂 要sponsor 药厂是赞助商什么的 要让这些大牛 这所谓的大牛 大主任来做一个 很漂亮的presentation 所以我就是 帮这些大牛 鞋PPT的人 我总觉得 这生意真的 又是一种 不是特别好的 但我就是 那一个职位 然后那个职位 当时我记得 很清楚 当时我同组 我刚过来没多久 是我同组 有一个 就是有个小丽的 然后他当时 有一个 紧急需要一个 就是需要寻找 好像是我 一样说 好像是找什么 糖尿病的 一个对新的 一个paypal 然后发表 这个paypal 然后他对新的 一个机制 然后我找 相关的这一块东西 然后他说 他要赶紧准备出来 这个presentation 这条信息 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要放单独的 一个slide 上面 然后他本来是 另外一个同事 比较自身 在工作很多年了 他一直整理出来 然后他给 他给那小丽的回报 就是说 找不到信息 没有的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丽的 当时就信了 就以为 可能事件上 还没有对新的 这个进展 或者说什么 但是呢 那个同事 他看我新来 他看我 好像优缘不错 然后他就说 看你一直使入 那个就是 你的电脑 好像还蛮懂 你要不 你帮我 没找一下 你看你怎么找出来 然后我就是 真的 但我印象 还在表示 就是我在 应该是比较短的时间 他整头几天 没出来 然后我整头 就给我 大概十几分钟 什么的 然后又出来了 并且就是 给的特别想 然后都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就是 英文能力 帮了我吧 因为我是看全英文的 所以我把那个找到 那个同事 他是看 英翻中 然后所以就是 稍微有些limited的 有些语言 original 一些英文的东西 没有翻译成中文 所以他又没找到 他一直是用中文来 设计了什么的 然后他甚至 他也用一些keywords 他不知道 入哪些keywords 这就是关键点 不说中文 英文就不好 还是说你那个keywords 他又没有抓到那个点 我就找到那些关系点 比方说 我要找这个地方 但我会有一个relevant 我会立刻想到一个relevant keywords 如果这个relevant 找到最后的结果 发现这个结果 还是有点太broad 然后我就再加一个relevant 这个relevant 就是连接在一块 然后再通过这样一定的adjust 然后最后发现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就要快速的 做这样一个connection 然后我就有这样一个能力吧 对吧 这个我记忆比较深的是 因为我就感觉到了 就是同样我们都有工具 然后就像现代人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 对吧 就是无论是成功人 不成功人 无论是上学人 不上学人 无论是你作为有钱的没钱的 投资什么行业的 老年年轻人 男的女的小孩 什么都无所谓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入智能手机 尤其是在国内现在这个情况下 真的太多人入智能手机 入错地方 我说入错地方 可能对于他来讲 没有入错 就是比方说上班路上 我在上班的时候 过去两年我在上班 不是过去两年 过去前年 我在上班的时候 在地铁上通行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上班族 就和我一样上班族 拿手机 就是在刷抖音 就是在看视频 刷抖音 我基本上没有看到 有一个人拿手机 是真的在学习东西的 也有 很少很少 都是在看抖音 看电影 就这些东西 我上班路上也是 下班路上更是这样 基本上手机 就拿来这样的东西 然后正能手机的功能 就是这些 问题是 他们认为是用对了的地方 那就不要去干扰他们的生活 就是他觉得是用对了 他们的生活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 就是一辈子 对自己的时间负责 我们的时间都有限 你要对自己的时间有限 对自己的时间负责 不后悔 你的行为就行了 或者是你觉得 看了抖音之后 可以让你非常happy 非常快乐 元气满满一天 或者是非常幸福 或者给你明天带来信誉 我觉得也没有错 类似于切磋GPT 或者其他一些大公司 也会出来类似于的东西 尤其是最近2023年 也是挺下来的一年 不要想到5年 10年之后 20年 然后再想到什么 我在学一些 切磋GPT 在想想AR能不能用到我学 就是现在 一点都不早了 就要开始学 尤其是现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如果你不是生活的 你现在不是住在中国大陆了 我真的很羡慕你 真的 我真的很羡慕你 至少你现在都有 那个access到那个切磋GPT 应该是这样的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就是玩下它 即使不能利用重的功能中 就是玩玩 思考一下 然后甚至就参与一下 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 绝对是有好处的 没有害处的 对你工作也好 或者对你生活也好 你也可以说他来聊天 你不一定聊工作 就聊人事哲学 聊各种各样的东西 可以聊不同的很多topic 对吧 可不仅仅是简单的 就是说你工作上面的一个工具 然后是你生活上的一个好处 也是你情感上的一个好处 会发展越来越 甚至于Elon Musk 就是那个 我们虽然说什么人工智能 什么现在还没有那个人的意识 没有那个 但是不表示他未来 他那个模拟不会越来越像 像到就是我们都无法分清了 这是人还是EA 再和我们聊天 再和我们通话 再和我们网上交流 你已经 你如果不在线下见别的话 你再网上交流 你给无法分辨 因为他交流方式 他思想的深度 都比你这个活人 都比这个人还更加有意识性 更加强烈一些 这是非常可能的 像我现在都非常非常乐观的 然后这都 绝对不遥远 真的不遥远 会在我们游泳之间发生 就是很快很快 可能就这几年 就这几年的时间 我现在在网上看到一条 也是和我一开始说的差不多 就是人工智能 重视再强大 它也没法拥有人类独有的创造力 灵活性 同理心 完全没办法 确定那些只有人才能够处理的工作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比方说有很有创造力的一些工作 比方说需要一些创造一个story 你要写一个非常twisted的 一个movie script 写一个剧本 或者是 就哪怕拍YouTube视频 但这个YouTube视频 是非常有创造性的 就是人的需要有大的想象力 然后 就是只要是audient看的话 它都感觉出来 它不是一棒棒的 它是通过人的交流出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 人工智能虽然说会画画会painter 但是很多那个画画 至少到目前为止 你在网上看到那些人工智能 是漂亮 但是漂亮到 是那个没有粗糙感 没有那个质感 没有texture 你知道吧 没有质感 如果是人做的话 就像那个Jekob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家 非常年轻的音乐家 二十几岁 说了 他说 虽然透过音乐软件 可以修音 可以什么什么的 但有些时候 他就故意保留那些人的那个 词面或者什么的 他就那个grid 就是很多时候 包括大学教我们东西 都是放了一块一块的 这个音乐 就是他在定格 就是 但是你听 就我们普通人听 可能听不出来 但是做音乐人 他们可以听出来 这个微妙的差别 所以说 即便是那种 假如你也不是 那个有画绘画的经验 也不懂绘画的 和我类似的人 然后去看一个有画的 一个是AR写的 一个是人写的 可能那个AR写的 你就觉得好漂亮 或者你甚至都不知道那是AR写的 但是对于一个 如果反抗在世的话 要让反抗来识别一个 我想象他不一定对 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 非常有创造力 想象力的艺术家 如果他让他看到一个AR的 他会说 哇好精美 很有创造力 很有什么的 但是他那感觉出来 这个有点 好像不是人做 这就是给人的感觉 这个不够怎么样 就是没有那种粗糙颗粒感 什么 我有时候反正之外 也是就是至少我在网上 看到AR是漂亮是漂亮 但是我到至少目前为止 没有就是让我就是让我感动 对我看他就是漂亮 惊艳也就像那个张艺谋的电影一样 我以前的时候也是那个在大流的时候 也去买过电影票 去看他电影 但现在再也不够了 他出什么电影 我都不观众 因为他就是追求那个画质票 但是没有任何内容 并且没有人 我感觉那个人也都好假 就是没内容 就是我感觉就是一种 简单油画 然后拼图我来连接成一部电影 可能有些人喜欢 UB就票码也挺高了 觉得很多人喜欢这种电影形式 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 比较要有内容 要有创造 要有和人 踏持人的心灵的一些东西的 那些电影 我以为张艺谋的电影 可以被AR取代的 他没有这个什么创造力的 OK 这个程度比较远了 等我有机会玩下切了GPT 说不定等我 等我可以做切了GPT的时候 然后切了GPT 他已经就是 OpenAR已经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产品 就切了GPT 升级版 这都有可能 我会立刻入行的 然后现在就是围做的事情 就是说 我会让我国外朋友 然后在网上交流 然后看他的实用 什么情况 甚至于就是 我介入他的手 然后他做一些什么Apple 我给一个Quantry 让他帮我出一些Apple 然后我拿来用一下 拿来看一下 等我使用了 等我能够把它 用到我的工作中 或者用到生活中 或者用了 或者真的就是使用到 或者我是真正用了之后 我再和大家分享 因为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用它 所以说 现在只是说 我一个对AR 一个感官的认识 或者也是想做一个视频 就是想听醒大家 就要听醒大家 你如果不被 所谓的时代淘汰 什么之类的 就拥抱 拥抱新技术 就有很强的 那个学习动力 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 就是meta skill 一定要强 而不是知识的技术 而不是说 我懂这个历史 我懂哪几年几 又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1200 我早在那边装的 到处都是知识什么的 没用 然后因为单次 记了几千个 也没用 就是不是知识 而是就是你的创造力 你的connection 你的想象力 你的这些能力 以及你的一个快速的 一个学习能力 跟meta skill的一个能力 这个就是我在我之前的视频 我也提到过了 我说假如我某一天 我创业公司 有起床 然后需要招人了 我招人 不是看你哪个大学了 不是看你的什么A成绩 什么什么 和我没有关系 我就看你 你是否做过什么样的项目 你这个项目 参与的久是什么 你是怎样在做矩段的 你在 比方碰到什么问题 我会问一些问题 你是怎样 或者临场问一些问题 你应该 让你没有提前做准备 你是怎样 你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创造了一个思维力 整个综合能力 把扣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 哪怕是个小的创业公司 然后招人也要小心 毕竟是付Celerant嘛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讲了比较多 说大家都这里 然后肉贸 新科技 然后也感恩我们生活在 一个这样一个变化 如此快速的一个节点 说不定我们都会在有时候之间 真的会碰到那个 起点的出现 好